Hello,我是Choker,本集SBD怪獸Podcast 我们要来从关车门夹到手来看电疗热服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物理治疗 那我们是不是只把我们的个人健康依赖在医疗手段之上 这个蛮重要的 我们也会聊到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跟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 那这个可能会在你受伤或者是术后 可能从医生或是家人把一些建议来安插了这种反安慰剂效应 然后你就可能产生了一些动作恐惧啊 特别是老人家容易落入这种恐怖的恶性循环里面 那我们也会聊说其实运动适应的效果 其实就会在你运动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开始发生了 真的运动好棒棒啊 最后我们也会跟老师聊一下心灵酸辣汤心灵麻辣锅 嘿嘿那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真的值得大家听下去 那最后本集节目由Versagrips全宇宙最棒的拉力带赞助播出 我们Versagrips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 也会在南港展览馆 有一个中华民国健美协会所举办的总统杯健美比赛 那它也同时有一个小型的运动博览会 Versagrips在现场也会有一个小摊位 那我也会在现场 那我们现场当然拉力带会有优惠折扣 那欢迎大家来摊位找Choker聊聊天 这个比赛是一个有售票入场的活动 就是你可以在现场购买门票来观赛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 也想要买我们的Versagrips拉力带 记得当然有好康啦 你也可以输入Choker折扣码 那记得折扣码都是大写哦 C-H-I-O-U-G-R-R C-H-I-O-U-G-R-R 全部大型你就记得加强语气 折扣码就是Choker Choker折扣码 一个Choker 好你不要输入两个Choker 本期节目非常精彩哦 大家一定要给它听下去 Check this out 好的欢迎收听Choker Choker的Podcast节目 我们今天也是回到 怪兽激励及体能训练中心 在古厅的GT 在古厅的VIP Room 我是SBT台湾的Choker 在我身边的是 我要自己接哦 没Q好 在我身边的是何严格老师 何博士哦 大家好 Yes 我们今天要来聊另外一个 最近非常火红的一个议题啊 在这个礼拜 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议题 也终于 这个小众圈里面算是蛮热烈的 对 但至少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有人关注这一梯了 对对对 就是电疗热敷 在物理治疗的附件的这一块 因为我知道这个键 比如说我受伤了 我跑去那个附件科吗 对对对 然后你括号一次可以 那个电疗热敷五次吗 好像是六次吧 还是六次 然后一次只要敷一点点的钱 你就可以回去电一电热一热舒缓一下 得到一种身心灵的 因为很久没有受伤 所以不太知道这个流程 对对 我也没有去过 这个新闻就是有比如说有些人受伤啊 简而言之 这是做心酸的 我们先提早讲一个做心酸的小结论 但是这个在中老年人啊 或者是在附件的受伤之后 大家会去每周几次电聊 每周几次热服 什么腰椎牵引红外线 哇他就一直去一直去 对对 有时候那会像同学会一样很热闹 对那我有跟朋友聊到说 这个到底有用没用 其实他可能会有立即当下的舒缓 但是走出去之后呢 你又回去一个糟糕的知识 糟糕的习惯 其实马上又没用了 的确有这可能性 对 不是说要来战 我们是想要来讨论说 这个在物理治疗这边 他是不是有用对 这个处方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是不是每一个受伤的个案 或者是每一个民众都适合 或者是说 大家对于使用他的心态 对 是不是正确的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他如果是便宜的 他如果是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电疗热服 他之所以存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有他被发明跟存在的价值在 一定的 但是你想想看哦 你用健保 然后你只用花50块100块 然后去做这个电疗热服 他其实背后还是要有人员管理 要有场地的费用 对 还是要有基本的人在控制这些相对于效率低的治疗方式来服务民众来做这个事情 后面背后就会牵扯到健保 必须去cover这些费用 然后我们健保 对 已经快破产或是就很惨了嘛 大家都知道 而且它是关系到每一个人 对 我们大家也知道前一阵子在讨论嘛 我们陈思忠部长也来讲 怎么健保上线不上线 大家又站来站去的这种 但是基本上他的源头都是过度使用 还有资源浪费的这个部分 对对 那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是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 它也许是一个健保的资源浪费蛮常出现的地方 对 那老师你自己你有没有去电疗热服务 我自己没有 我自己没有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蛮久之前有过 那他近年来训练 因为不是选手式的训练 都是健康式的训练 所以其实风险控管是比以前更是严格 对 我们上一集聊的风险控管 以前是成绩第一风险第二 我们就冒险去换得这个成绩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转手为功 转功为首到底哪个是功哪个是首算了 反正我就是以这种终身训练的方式来做的话 其实完全不去涉入这个危险区 所以那风险是降低非常多 所以说坦白说我很久没有做物理治疗这种东西了 那不过是这样子 我先讲一下健保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将近六年时间 我读我的硕士博士的阶段 那我在这个Massachusetts在马州 马州是美国的这个医疗最发达的州之一 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因为它是Hover在马州 MIT在马州 然后体育的名校Springfield 也在马州 就是老师的学校 Springfield 那这个马州的这个文教 它的大学特别多 它的面积跟台湾的差不多太多 但学校特别多 美国很多州的大学是很少的 马州是很多的 所以美国很多人读书的阶段 是在马州住过的 那它的那个医疗也算是做得相当好的 可是即便是如此 仍然我们感觉到是说 医疗水准当然是够高 可是那个健保制度 仍然会让有些人 你可以因为生个病或受个伤 然后轻则就是重大的财务困难 那重则几乎是要破产 你是说在美国 如果对着健康保险 不是全民健保 对 如果说健康保险没有 或是不够健全的话 那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那所以像很多人 他的那个一年的年收入里面 很大一笔是用来交健保费 那以台湾来说的话 其实坦白说 每个小老百姓 和我们自己 其实那个负担是有差异的 真的是有差异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要很认真的 面对台湾这个可贵的健保资源 那如果说呢 现在我们把它做得这么好 结果是有很大漏洞在浪费的话呢 那将来失去了 我告诉你那是苦不堪言的 我先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 美国的健包 它我们讲的其实是 他们的individual的interest 它是每个人自己去买保险 对很贵 并不是全民健保哦 对 全民健保台湾是不是独步全球啊 可能 以这个便利性和它cover的范围的话 我想就算没有世界第一 也应该排满前面的 当然这应该有资料可查啦 我不是专家 不过呢 它是相当不错的 对那美国 它是自己要去买保险 那美国看医生 非常非常的贵 贵到爆炸 对 跟大家分享我有一次我在比利时 因为我有僵直性脊椎炎 然后它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症状是红墨炎红彩炎 之前我在当欧洲县的业务的时候 我在比利时的时候眼睛发作了 哇红彩炎整眼睛就发炎就肿胀 然后我身边我知道那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真的没有带药出来 但是我人在比利时在出差 然后在三周之后 因为我在欧洲会费好几个点 然后可能去了比利时可能需要去意大利 可能再去法国再去英国 绕一圈再回去 所以我根本不能马上的回台湾 对 那我就只好跑去眼科 在比利时眼科 就问到在哪里 就去 他就问了我的症状 然后跟我说 现在预约要到下个礼拜 或者是下个月了 我记得很久之后 可能是10天之后才会有空 因为等到你病都好了 他还不一定看得到 我就苦苦哀求跟他说不好意思 我是来这边出差 然后眼睛已经爆红 全部都血 然后一直流人泪很惨这样子 就整个肿起来跟猪头一样 我跟他说我这个症状 没关系我有保险费 可以cover 那这些可以帮我跑类似急诊 就是这样 对 好那就刚好有 因为他们其实医生 他们都是预约看针的 你要一定是先预约 所以刚好有一个女医师 她有空 OK 她说没关系 欢迎台湾Line的朋友 来帮她看一下 她就接了我 一看就说 我跟她讲了 我有AS 张智新脊椎炎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 那个Iris的一个病 她就可以看 对 那药就是这个 然后她就开了一个处方签给我 对 处方签拿到 我还得自己跑去很远的 不是很远 至少不是在旁边 我记得我走非常久 到一个pharmacy去拿药 对对对 还没有拿到药之前 我看完病 我记得我拿到的那个收据是 我现场的现金是付不出来的 我没有换那么多钱 我得刷卡 OK 我记得那个非常贵 贵到我有点 哇 就是culture shock 一下我这么贵 我听说很贵 但是不知道那么贵的贵 对对对 好几万块 对 就是不是几千块 是破一万的那种 没错 那他就是简单帮我开个针 帮我开了一个盐药水 就这样而已 对 我那时候真的就对 中华民国健保 台湾健保觉得 哇塞 真的是很厉害 那我们要讲的 那是我自己的分享 对 那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台湾 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浪费行为 我们要来看一下 对 电疗热敷类的这种 我们先来从一个地方来讨论 我们先要帮这个讨论 设一个界定的范围 就是呢 首先呢 这些物理治疗手段 它是否有效 那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到底在考虑工具 还是说它被 这个工具被应用的情境 因为如果你要说它没效的话呢 那其实是不正确的 因为呢 就像你说 我来拿一个榔头 榔头是不是有用的工具 我说看你遇到什么东西 你遇到一颗螺丝的话 它没用 它遇到一根钉子的话 它是很有用的 你说你要硬要把螺丝当钉子锤 那你可能会知道很多破坏 如果你拿一根螺丝旗子来 那就对了 今天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遇到一根钉子 然后我拿一个螺丝旗子 它后面没有任何的物理 那就是不对的工具 那虽然我们现在看了一下 我们第一个来探讨 就是说呢 实际上呢 大家不应该去说 聚焦在说 这些东西 这些行为 是不是我们这些无效医疗 我们把这个东西 整个拿出来批判 倒不是这样 而是说呢 第一个是它适用的情境 是否正确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如果要探讨的话 就是工具本身是没有对错的 那它怎么被使用才是问题所在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 怎么使用的问题了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工具 它是用来舒缓疼痛 或者是它真的有治疗的效果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这个 身体的这种酸痛啦 什么的 它不一定有造成结构性的破坏 所以说呢 很多的酸痛 它真正的原因 不是因为身体的组织 现在正在经历怎样的损伤 而是身体被用错误的方式 给使用了 所以像我们之前 其实一直不断在探讨过的 就所谓的非特定型下背痛 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是是是 非特定型的下背痛呢 它是主要 我们在运动员训练里面 长期以来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运动员 它如果呼吸法不正确 核心就是我们讲说 腰臀骨盆系统 无法协助调控 够好的腹腔内压 就是说的IAP Intra Abdominal Pressure 这个IAP如果失调的话 脊椎骨本身的稳定性就不足 那就必须靠脊椎附近的肌肉 来维持稳定 那这些肌肉呢 就容易过劳 过劳就容易酸痛 酸痛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东西 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说去看医生的话呢 医生看到就说 这个肌肉正在发炎 那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发炎 这个行为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它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呢 医生只负责处理发炎 那他把这个东西交给物理治疗师说 用这个物理治疗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是他们的专业 那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从头到尾没有错 那但是呢 我说社会上很多的错事 都在你没有人任何人 做错事的时候发生的 那所以说一切发生在哪里呢 我们再回头更往远推一下 发生在一般民众对于身体 到底我应该是主动的去维护它 还是被动的去维护它 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为什么很多人 他会把自己身体弄痛了 然后呢去做些止痛 然后呢 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止痛 回过头来 他用原来的方式去错用他的身体 所以他会不断的回来 他不断的需要接受这些治疗 那因为呢 真正造成他疼痛的源头 是因为他使用身体的方式 知识 或者是姿势 不正确 那所以呢 导致了他这个 人家修好你就弄坏 人家修好就弄坏 那所以说那以前在这个国外读体能训练的时候呢 讲到这种矫正行为的时候 人家讲了一个例子 就说呢 你呢 被关车门的时候夹到手 然后你去给医生治疗 治好以后你会跟医生说 那我这样手是痊愈的吗 医生说痊愈啊 好那我可以再夹一次吗 当然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 现在的很多的问题发生的地方就在这里 民众对于健康维持的观念 属于一种被动的 被动维持 被动维持就说呢 我就是这样过日子 这就是我喜欢过日子的方法 我就是要这个姿势 我就是要不运动 我就是要做没有用的运动 然后呢 坏了呢 你们负责修理 所以呢 这时候呢 跑过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说 我们是专门处理症状 你说你要处理掉的发炎 拉伤破损 我们全部都能处理 医疗全部都可以搞定 但是他们搞定了以后呢 为什么会无法根治 因为这个人会回 然后再来找你 所以你永远 你治不了他这个行为的话 你永远治不好他的病 所以我说第一个 应该要确认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呢 维持健康 是你个人必须做出努力的事情 没错 是你个人必须要主动 这是你的首要 不是说你 你爱过你的生活 你要努力赚钱 然后呢 你要放假 你要休息 然后你要享受人生 你要享受美食 你要享受耍肺的痛快 这些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医生负责处理 而且医生负责处理说 有些时候呢 这个医生和无理治疗师 他是很无奈的 为什么呢 他们其实也会建议你说 不要再拿门夹手一次了 你不要再去关车门的时候 故意把手放进去了 但是呢 我女生说 我们完了我的关门就是这样 我不想改 有的时候呢 像这个我们有医生朋友说呢 叫你吃药 你不吃药 叫你这个运动 你不运动 叫你维持健康 不维持健康 然后坏了叫来 希望我们马上帮你处理 这就表示说呢 对于个人的健康啊 整个责任被挂在医疗上面 那维持健康这件事情 个人像是没有责任一样 那所以呢 这会导致什么 就会导致反复的无效医疗 这是我一直去 所以这不能 严格说起来 这不是一个无效医疗 是有效的医疗 被浪费在无效的回圈里面 所以呢 他们治好了又回去啊 他应该 我们说治好了以后 你应该同时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你呢 应该要好好的善待你的身体 善待不是修养叫善待 善待是你要强化它 你要训练 那训练怎么训练 对于我们来说 当然是重量训练啊 对不对 当然是对的重量训练 循序渐进的训练 抗老化作战型的重量训练 我们把抗老化视为一场比赛 然后呢 你要去为了这个比赛做准备 所以你要规律长期作战 而且这个比赛是不会结束的 他你要一路玩到老 那所以呢 在这种架构之下 我们发现说呢 变成说如果这个人 他本来他规律的锻炼 然后呢 他过健康的生活形态 那医疗会剩下 只需要处理什么呢 只需要处理真正的意外 哎呀 所以下楼梯的时候 被一个莽撞的年轻撞了一下 跌倒扭到脚 OK 这些人去 他是真正的trauma 真正的受伤 那他去找医生 把这个伤治好 他们绝对办得到 治好了以后呢 回来你规律的 好好的恢复运动 恢复训练 而你又可以健康生活 你又很久不用再去找医生 现在的问题比较像是说 他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轻忽 太多的错误观念 导致他身体一直出毛病 那回到这些专门处理紧急伤害的医疗机构 希望他不但治好你现在的伤 还保障你永远都是好的 如果不保障永远都是好 我就一直回来找你 找到你 然后如果说你处理不要我这问题的话 我就会觉得你很无能 那所以说现在这个争论的焦点在这里 所以呢 医疗他们专门处理受伤 而这受伤呢 如果是行为造成的话 受伤被处理好之后行为要修正 行为就是从 从这种被动的 不好的用身体的方式 变成主动好好的锻炼身体 而且行动坐卧都有好的姿势 和力量来维持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呢 其实我们在推广健康的时候呢 很多遇到一个观念 就是很多人认为健康不是他的事 尤其是这个喜欢去医院开同学会的这些 这些人呢 那他们呢其实认为说呢 他的健康就是医院负责 所以日常生活中不用做任何其他事情 不用做任何负起任何责任 医院要帮他负责 这种人往往也是最后在抱怨医疗无效的人 这其实讲得到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心态 因为不管是运动物理治疗之中 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讲办法再找出来提给大家看 他是一个医生写的文章 类似是说有一个酗酒的 我记得那个小说写的非常精彩 就是他就是长期酗酒啊 然后酒精就是喝得很凶 甚至到了打麻药都没有用的那个凶 然后什么都已经很严重的回来 他把酒喝了 然后就跟他说小陈啊 就别再喝酒啦 不要再看到你啦 那好好过生活吧 他就声泪俱下感谢医师救活了我什么之类 然后过了没多久 可以再去喝 又是在喝到穿 然后又在急诊室碰到他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什么 急肝硬化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听起来 好像各个科 各科都会发生 需要被根治的其实是行为 那医疗是帮你处理那个 你个人能力做不到 最难的这个伤害方面的等级的处理 但处理好了以后呢 这个病的源头如果是某些行为的话 那还是得去处理这个行为才行 我也蛮多同学在各大医院之职业 或者是在各个地方服务 他们也会看到这种恶性循环啦 那他们当然也就是苦口婆心好言相劝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一些源头性的错误 上次有提到嘉义科的医生 他可能面对三高的患者 简单来讲就是固定吃药 保持好的生活作息 一定可以控制 他就会发现奇怪了 怎么有一些人 怎么样都控制不下来 才发现原来他背后 就是又回去了一个错误的轮回里面 也许不吃药 也许不听医嘱都不管 他就觉得我今天来括号 你就给我一个东西 打了一针我就好了 那我去过原来的生活形态 直到他坏掉下一次 这个真的母汤啦 这很母汤 我们如果提到运动的话 我们刚刚有提了 并不是工具无用论 并不是电疗热服无用论 他有他的功效在 他有他存在的价值 毕竟他是一个发明 对 就得要在医生在对症下药的时候 才会去做这个判断 对 那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 我做一些坏事 回去挂六次号 我就被弄好的话 这没有用的啦 六次不好就来个十二次 对对对 没有什么是健保卡笨处理的 对对 而且是吃到饱 这个是真的 对 所以健保资源就在 这一群人身上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一群人可能就在你转头 你的右边跟左边 对 因为不一定是某特定一群人喔 我们上次有聊到嘛 就是有一个人他可以365天 他挂号400多次 真的很厉害 对 就搞了他每天都在早上挂 什么科学校挂什么科学 早上跑了这个医院校跑 另外医院 快要大于我喝咖啡的频率了 他厉害到这个辞职也很 我们都很敬佩跟佩服他这个往医院跑的这个决心喔 对 但eventually他不会被治好 然后他我相信他的房间里面一定会有一大堆药袋子 然后都不吃的药或是浪费的药 就像每一年这样消耗消耗消耗 都是我们纳税医务人的钱耶 对而且同时他如果同时看很多科 那各科的医生都开药的时候 这种吃法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跟所有医师沟通说 我除了看你这个我还看某某医师的那个那个 他还有开我什么什么药 因为呢 药这样子混杂起来呢其实有的时候是 现在好像健保的资料你过卡他会知道 你已经拿过什么药你还拿药 但是我就是想看看医生你啊 你跟我讲两句话我就好了这样 其实这种多重用药啊 它本身是坏处喔 就是说呢 其实在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高龄化健康的时候呢 说老人常常遇到 常常会发生几个问题 在一个生活形态方面的问题嘛 在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代谢方面的问题啦 然后还有就是身体功能 就是这个肌肉骨质神移系统这些方面问题 那再来还有一个经常会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就是多重用药 因为多重用药呢 它会改变身体对运动的反应 会让那个运动处方下起来会怪怪的 而且有些时候它避开无法运动的时间 例如说这个药物呢 注定会让它血压降低很多一阵子 会让血糖特别低一阵子 这个时候呢 做运动训练是危险的 所以多重用药这种事情是能免则免的 那所以说这个收集药物 不像这些收集战利品一样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取 对健康也无异 就是能不走到那一步 真的非必要真的不要走到那一步 我们刚刚聊的啊 电脑热服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发炎的疼痛 对 那它有提到 这个新闻的文章有提到啦 就是它也讲得不错 就是民众可能以为透过仪器可以减少我的发炎 对对对 然后当然民众也因为发炎的疼痛而不感动 没错 然后不感动它就是出现 它是讲做恐惧回避 Fear avoidance 对对对 它就不敢动不敢动越越痛越痛又不敢动 然后最后都不动 然后最后就痛痛痛痛 最后就全部沾黏 全部黏在一起 然后就全部 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中老年人可能会看得到的恶性循环 疼痛就不敢动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非常多次的无痛训练 那无痛训练讲的并不是痛就不要训练 是说训练本身不能制造那个关节的疼痛 或者是你要选择可以回避这个疼痛的训练动作 对然后不能放弃训练 无痛训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对 并不是说你怕那个疼痛你就完全停止训练 大部分的人可能我扭到脚 对 我就不动了啦 对对对 然后就完全大休息 对 那可能只是一个年轻人扭到脚 他休息完之后好了他就回去了 但老年人不是这样 老年人就是腰酸背痛啊 对 他后续会引发很多事 他就开始动作开始慢慢的变慢了 对 然后他就越来越不敢去用更大活动都去做什么姿势 对 然后可能久而久之肌肉也退化 股脂流失关节全部都沾黏 然后代谢的问题就上来了 到最后呢他就会变成你需要介入更多医疗资源 比如说你可能就要开刀了 没错没错 不就要花更多钱 对 就是健保就继续烧这样 然后但是开完刀我跟你讲 你也不敢动啊 对 你就更不敢动 然后你我们真的听过蛮多的 就是老人家可能换了什么关节 或者是做了什么 我们医生就说好好好护肩办不到 对 并不是说他真的心智脆弱到办不到 是他打从心里就觉得 我就不要动他 好像就不痛了 这里面有信心的问题 对 有心理的问题 有整个 当然还有他周边朋友家人 你就不要叮噹啊 你就停了 你就倒了 你就坐了 阿公你不要再动了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你越不动 对 就越恐怖 对 对 对这一块 老师 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OK 好 这个呢 就要再上课了 我想 要上课一下 上课 上课的习惯 就先名词解释 我们先来学一个名词 学两个名词 第一个呢 我叫做Placebo effect 就所谓的安慰剂效应 那什么叫做安慰剂效应呢 安慰剂效应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 经常有所谓的单盲双盲实验 这个盲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受试者和施策者呢 他是否知道 现在所施予的介入是哪一种 比方说呢 我们要训练说 假设某种营养品 对于激励训练的进步效果 那我们不能说呢 我们就找一组人 然后让你练 给你吃这个大力丸 然后呢你练练练练 有没有进步 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个 介入行为的一种 心理上的鼓舞 而未必是这个药物产生反应 所以他通常做这种实验的时候呢 要来一个 至少一个单盲设计 单盲设计就是说呢 受试者他不知道 这个药物呢 我现在吃的是哪一种药 所以他可能都得到 一样的黑色药丸 那这两组人呢 一组我给他真的药 一组我给他 这个 安慰剂 糯米团 然后给他这个 这个淀粉的这个揉成 加上蜂蜜揉成的东西 反正他气味外观看起来像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安慰剂 那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前测后测 看到有没有进步的时候呢 你通常你会看到 这安慰剂组也会有一些人进步 所以呢这个 实际上的实验组 就拿真正药物的这一组呢 他必须进步 在统计上要显著优于安慰剂追逐 我们才能算他有效 要不然的话我们无法排除 这里面有些人也是只得到安慰剂效应 所以安慰剂效应的定义就是说呢 我给你一个假的这个讯息 就你还把它当真的 这是安慰剂效应 那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nocebo effect 就是反安慰剂效应 placebo是安慰剂 nocebo effect就是反安慰剂效应 反安慰剂效应是什么东西呢 就我现在不是告诉你有效 然后呢让你误以为他真的有效 我现在告诉你他有害 然后你就真的得到他的坏处了 这种呢常常发生在什么 发生在疾病恐惧上面 疾病恐惧就是说 你担心你得某一种病 你一直担心一直担心一直担心 就只有你那个担心的那个现况 跟得病很像 你一直担心你胃不好 你就真的胃痛了 你一直担心你的脑子出问题 你就一直头痛 就是担心本身导致了这个坏处 那是nocebo effect 你相信了他的坏处 你这坏处真的跑出来了 那人的心智力量非常强大 要制造这种假象是非常可能的 那其实呢我们说 那这跟我们主题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习惯于寻求医疗人员 来帮你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 很容易导致nocebo effect 就说呢你现在呢是腰酸被痛 实际上呢是你用身体的方式错误 你没有规律的锻炼 你没有好的日常生活 知识和习惯 你乱耗损你的身体 然后呢你不去找教练学习 真正用身体力量的方式 你等到身体坏到产生疼痛了 你跑去找医生和物理治疗师 这时候医生和物理治疗师 以他的立场来说当然是第一 用他们的专业帮你解决疼痛 第二他会告诉你说呢 在这个疼痛恢复的过程里面 你尽量不要去做这个那个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就不小心安置了一个nocebo effect进去 会产生所谓的动作恐惧感 叫movement fear 所以呢你膝盖不好 所以你不要爬楼梯 你不要上楼梯 你也不要下楼梯 那我怎么办 永远坐电梯 那你呢 你这个腰不好 你不适合站着 你也不适合坐着 你也不适合躺着 那我怎么办 我飘着吗 这怎么没有一个对呢 对 没错 在你恢复的过程里面 那些建议可能是真的 你可能只有某个角度姿势 最适合你恢复 但是呢 他同时给了一个强烈的讯号 这叫nocebo effect 让你觉得身体现在很弱 你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很久 我们在不同节目里面 提到过不少次 就是为什么老人受伤 是很讨厌的事情 因为受伤本身 其实现在治疗伤 外伤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基本上你恢复是没有问题的 可怕的是那个禁养的过程 因为inactivity 就是说身体不动 缺乏活动 静态生活 它是一个对身体的超强刺激输入 零压力 对 零压力刺激 我们喜欢压力刺激 它让身体变强壮 但是零压力的时候 没有压力的时候 身体更乐于吸收这个刺激 现在是太平盛世 我什么都不用留住 所以我不需要肌肉 我不需要高密度的骨质 我不需要非常高效率的代谢 我只要烂烂的就好 我就烂 这种状况 就会让身体开始走下坡 走下坡的过程里面 就开始流失 跟你身体活动有用的组织 肌肉骨质 神经系统控制力 更不要提那些更高届 什么速度敏捷度爆发力 那早就不见了 所以说 这会让一个人在心里怀着 我现在不该动 所以我就更不动 然后就去接受 欣然接受流失的过程 这个有些时候 其实有蛮可怕的 遇过的人 他如果说没有跟医生 持续好好的配合医生 你好了 你可以运动了 或者是说 有些医生就是很严格 不行 有一些直到他这个症状 已经解除了好几年了 他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的活动方式 有没有遇过那种人 他年轻人 二三十岁而已 因为小学的时候 医生发现什么 他的脊椎骨不好 结果他二十年来没有做过 没有上过完整的体育课 没有做过任何剧烈运动 对 有这种 有 他不打球 不跑步也就算了 等到他现在三十岁了 然后他一直要接触健身的时候 他还是不敢 那这个nocebo effect 就发生了非常长远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一个虚拟的恐惧感 变成一个实质的流失过程 那他就真的变真的了 他就真的变真的 这句话好奇怪 反正就是变真的了 所以你害怕失去某种能力 所以你就避开了锻炼这种能力的机会 所有机会 然后时间一拉长 你真的失去这个能力了 那这个nocebo effect 我们发现了在 就像我们刚刚才提到的 被动式的健康管理 就是医生来报管理 再加上nocebo effect 这是一个 向下适应的加速器 恶性循环加速器 也就是说 他可以在一次受伤后 第一是他采取了 医生负责 我不负责 所以他去治疗 治疗的过程当中 医生给他善意的建议 让他暂时短时间内 不要去触痛伤处 而在这里 他自己产生了很强的nocebo effect 所以从一次受伤导致的 接下来数年的运动剥夺 身体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如果他的观念不改 我不要主动介入了 这个生病是医生的错 所以呢我就是不舒服 我就找医生 治不好我就骂医生 然后呢 医生就说 那你是不是去 没有照我的话做 所以你千万不要怎么样 你现在正在腾腾的事情 你不要跑不要跳 不要弄什么 他就更不要跑不要跳 不要怎样 那这个东西就是整个 就向下循环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 运动训练的适应 他发生的效率是几小时之内 也就是说他如果开始运动的话 他马上就开始从向下适应 改成向上适应了 可是如果他真的这么有毅力 20年都不运动的话 那个向下适应的程度会恐怖 所以我就说呢 今天这两个东西是相关的 我们从物理治疗这东西 到底是否正确来看 其实我说工具是无辜的 但是使用者的心态 如果你一直认为 你的健康是医生的责任 是物理治疗师的责任 这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 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获得了nocebo effect 反安慰剂效应 对动作产生恐惧感 那这个就真的很难治了 老师我昨天有 访问我们乐团的成员 有一个观察我觉得不错 我们鼓手春佑的妈妈 也有类似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还是什么我忘了 本来他去看医生 现在的医生会给比较好的建议 他是说如果你这个之后好了之后 你一定要去强化你脊椎附近的肌肉核心 我有听到这样子的反馈 慢慢的在各个骨科医生 那一集是聊说我大学的那个骨科医生 他就叫我不要动 然后叫我去泡温泉 这你不要用力 对他就是我那时候是僵直性脊椎炎 那个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 他就叫我说你就痛的时候不要动 然后就是多泡温泉就是这样 所以你泡了几年的温泉 没有我不喜欢泡温泉 所以我当然没有泡 所以就是后来才知道要藉由激励的提升 来让这个疼痛感 或者是去对抗这个疼痛 因为我对抗的不只是退化 我还要对抗疼痛 那我才知道是这样 我才发现说现在的骨科医师 赞 我们要给现在有概念的医生一个赞 其实是这样 台湾的医生其实他是 当年最优秀的那批学生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所以说其实只要他们 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 资讯的这个运动资讯的缺乏 那因为他们的七年的医学院教育 没有运动科学 甚至好像连个选修或同事都不一定算 那他们接触到的体育课 其实传统的体育课 那关于体育课 这就有的讲了 所以说 有的讲历史就是我现在不讲 所以说其实他们其实在一个资讯相对缺乏 他们接触到的资讯可能是旧的 或者是说是没有的 是缺乏的 那所以说 其实现在只要资讯进来的话 他们马上就做出很聪明的判断 运动是良药 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更大的共识了 就是不只是说活动 是训练跟运动 大家慢慢往好的方向迈进 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老师我们刚刚聊的那个 我发现nocible effect可能还牵扯到更大的社会心态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的 你会从医生那边得到一个nocible effect说 你现在痛就不要动不要动 动了就会痛 动了你关机就跑掉 我要再重装 但是他身边的人如果观念也不好 比如说不对 就是不够特别好的话 他也会希望他不要造成我的困扰而不要动 对 没错 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如果不让你的老人家进入 早一点进入训练的话 最后辛苦的一定是自己 不管是哪种辛苦啦 即便你找外傭来帮忙 看护也好 或者是自己看 或者是自己来 那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对 我说孝顺这件事情 要拿来享受不要拿来考验 所以说呢 有一句话叫什么 什么初孝子 久病无孝子 久病床前无孝子 我是说其实孝顺这件事情 不要拿这个病痛来考验 应该是说你把它练得健健康康的 然后你们可以有很好的互动 这就是孝顺的过程 那其实呢现在的这个 我说大家其实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说肌肉骨质神经系统 大家说训练有它的风险 很危险啦 怎么样 我说在急性的这个 急性的医疗治疗过程 当然是绝对有禁忌期 就是这就不应该压中央 是是是 骨头还没有对好 然后你现在要慢慢长 你又大重量压下去 它跑掉了怎么办 当然一定有真的不能训练的时期 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时期 就好好保护之后呢 安然度过 只要它刚刚好 够好了 我们就开始施语 适合的低强度缓和的训练 慢慢把它带起来 那其实呢有很多研究显示说呢 只要在急性期过后 略为施语压力 有运动的恢复过程 那个反而长得比较好 反而是长得更好的 那像这个新的胶原蛋白生成 它会顺着用力的方向生成 所以如果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肌肉不用力的话 软组织的新成分 长进去的时候 会横积数八的 但是如果说呢 一直有用力量在牵引的话 新的胶原蛋白 会顺着用力方向长 它将来会长出比较强的组织 那所以像基于这种现象 我们就会知道说 只要是急性的危险期过后 其实要尽快的恢复动态生活 甚至是开始做安全的训练 当然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我们希望说未来 真的一个理想状态 看到医学院里面 有运动专家和医学专家 一起来研究说 这个处方该怎么下 那我们目前的做法都是 医生我们用最保守的方法 你告诉我 哪些东西千万别碰 我来动脑筋 在能碰的方向 来帮你做训练 那其实呢 这种方式 会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从伤后复原 那是一个 竞速开始恢复合理的训练的过程 而不是复原就不痛了 好了 我来过我原来的生活我就烂 然后呢 就再等下一次不好了 回去骂医生说 你这次不太行 怎么修好了 六个礼拜就不行了 上一次修好了 我三个月都没事 对 会越来越快 会越来越 半衰竭 越来越短 然后后来会变成医院常客 这边说很规律的去处理疼痛问题 老师我刚刚从 肉肉等的不中听的话 听到一句 总颠 本集节目 胶原蛋白没有业配 我想问的是 大家可能听完这一集 觉得好像要去吃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里面 我们的软组织里面的蛋白 我说的不是任何外部摄取的 那个有没有效自己去查资料 我这里不讲 你用吃的 用喝的 用擦的 用抹的 跟我们体内的胶原蛋白是否有效 这个我不讲 你自己去查资料 对对对对 大家不要从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听到关键字听说 所以我们不小心就会帮东西业配 对本集节目 胶原蛋白没有业配 完全没有 对不要就听了之后好像 从刚刚我们讲 我们讲话要很小心 我刚刚讲上楼梯下楼梯 会不会有人觉得楼梯公司有在跟我们 没有 主要我听到这种关键字 我会帮观众稍微filter 剪出来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要去吃胶原蛋白 不是啦 是你如果在运动术后 你在恢复的过程 给你训练的 你的韧带也好 主要是医生的 医生判断 那个急性期已经过了的话 维持动态生活的恢复 会比完全静氧的恢复好 应该这样子说 对 好的大家要 画对重点 不要画错重点 听了这么整大集职 听到胶原蛋白而已 对对对 好像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要推重 我们也没有卖胶原蛋白 我也不卖胶原蛋白 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是坚持做好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最核心的想法 就是 我们要尽量从运动训练 尤其是重量训练 激励训练里面 获得好处 那这个好处是 你去想是以前 有人说那好处够了 就完美了 我说重量训练 通常不是在帮你治病 这个人生当中的各种大小意外 生命 它难免还是会发生 它让你强壮的度过这些事情 而且很可能有一些风险本身 就被训练给毙掉了 所以说你就减少了得某种病的风险 真的生病的时候 医生还是第一线治疗 那激励训练是说 等到他只要恢复到能受训练 赶快开始训练 因为训练是一个让身体适应的过程 那你希望他赶快恢复向上适应 然后呢有更好的本钱 来面对各种的流失推化 意外伤害这些 那这个我们会觉得说 你先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先做到 他如果还不够的话 该食补食补 该要补就要补 但你不要激励训练 这个简单的事情 巨大的好处 你把它扔了 然后呢你去找说 老师刚刚讲到关键字 吃补药补 是不是有什么药可以吃了就变壮 吃就不用运动 吃就长生不老 目前没有 坦白说 我们目前甚至没有任何的药物 或者是医疗介入 或者是运动 包括运动训练 可以证实说 可以把一个寿命很短的人变得很长 但是我们确定知道的事情是 你肌力会变强 代谢会变好 身体会变健康 而且呢 一旦不幸 因为有些病不是因为 不是所有的病 都是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是环境的问题 环境污染 食品污染 意外 但是强壮的人 比较容易度过意外 强壮的人 比较容易度过疾病环境的侵袭 那这个只是说 我们在一个未知的 求生存的这种人生当中 尽可能做好我们能做的 那如果说你希望 你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就从此到枪不入的话 那跟你希望你生病的时候 医生帮你打点一切 那是一样不切实际的期待 嗯 好的 其实大家都有听到关键字了 就是 教育蛋白 主要是说 就是我做了这段时间 看到一个现象 大家百般的限制 最后出现在一个有限的因素上面 就是时间 很多人真的没空很忙 这个我就必须从 比较是投资的角度来看 你投资股票有赚有赔 投资对的训练 好的训练 稳赚不赔 在那个前提之下 你还是得必须 主动的拨出时间来 这个控制因素 这个有限的时间因素底下 一天人就是24小时 那有些人这是各种忙 很多人很棒 就是他生了病之后 开始训练之后 获得 这太多例子了 就是得来症 运动很久 好的方向发展 这没话说 但你何不在 我们面对这些意外病痛 或者是不可知的 环境因素之前 我们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带来强壮的身心灵 而且其实就算是说 这个寿命没有办法被有效延长 有时候寿命要延长 就是大环境的问题 那个人能做什么事呢 其实在同样长的寿命里面 可动年龄延长 你就是赚到了 你可以 可动年龄延长 就是绝对赚到 所以你运动一天 可以确保明天 还能这样跑跑跳跳 这其实就是最实际的 我说摆在眼前最大的好处 很多人会忽略它 不过我想回应一下 补充一下 你刚刚讲的时间的问题 其实这个可以做一件事情 根据一些调查发现说 运动最常见的阻碍 这个barrier 就是时间限制 时间不足 大家最常提他 没空 没空 我没时间 哪有闲工夫做件事情 没空 那知道国人平均的 看电视的时间 一周是超过20小时 哈哈哈哈 再更一件事情就是 你把手机打开来 看看你的荧幕平均使用时间 你会发现 一天可能高达五六个小时 也就是说 我们花 我们花二十几小时在电视前面 我们花三四十个小时在手机前面 然后你跟我说 你急不出一个礼拜两小时的运动时间 如果这一集 你是在运动的时候 听的podcast 给你一百个赞 一万个好不好 一万个赞 那如果你是躺在沙发上面 给我起来 当然你有兴趣在于训练运动 你会听这个podcast 但是我们也鼓励你也分享给 这个观念分享给 其他旁边在打手游的朋友 跨出同温层 真的 因为训练它是一件真正非常美好的事情 他必须说静态生活看追剧Netflix好看 然后演唱会好听 然后电影好看 这种 人生必要的点缀物 对 那你何不带着句句的身体 强壮子的身体 滑小小的手机 或者是去电影院挡住别人后面视线 或者是你去演唱会冲前摆撞倒人家 这不是更爽吗 有一点奇怪 不过我支持 我这样讲有点坏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花美瘦肉男 然后我去冲前排 半条命毁灭 各种体验 大家都要尽量去尝试生命的体验 没错 我想 鼓励大家会设想一件事情 我们来一点小小的假催眠课程 心灵鸡汤 对 不是 心灵酸辣汤 就是你想一想你现在的人生 你闭起眼睛回顾现在人生的样子 然后呢 然后你再幻想一下 你第二次进入刚刚的那个幻想情境里面 然后想像一个伸手绞结强壮的你 在做这那些事情 最强壮的你个人的版本 想一想你人生可能会不同 嗯 如果是我比如说我是一个贝斯手 但如果我是伸手绞结的贝斯手 强壮的贝斯手 拿下贝斯变好小支 超爽的 对对对 我就不用那个 这边器材好重 因为我们器材超级多 对对对对 上楼梯都不怕 对对对对 不是到那一步就要开始小心弄坏东西了 哇当然了 好的 大家真的不妨想一下 如果你过去的这段人生 如果是一个健康强壮有好的体态 对 有一个更阳光的心灵 因为它会改变你的身心理结构 对没错 你就不会这么脆弱 不会那么玻璃心 我讲两句你就哭哦 没错 其实强壮过后的心智的状态转变 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真的是 等你变强壮的时候留给你去体会 真的 你真的会觉得 这是人生最棒的一次体验课程 但你得先练起来 好 这个必须不要说鸡汤 这个是我也在走的这条路 麻辣锅 我有提到我有僵质性极则烟 很痛 痛得要命啊 真是很残 我不是那种爽的那种 不是那种什么 因为这样就不动装兵 然后是什么 不用我是很地狱的那种痛 然后吃药也吃到胃溃疡 是那种病痛产生的choker 但是 会有一些大彻大悟 那如果我是那妈的健健康康 在过那个大学的生活 不用面对这病痛 不用面对在比利时眼睛 红墨研发炎 还要去折 我岂不更爽 我去比利时就狂嗑冰淇淋 狂吃巧克力 对那不是更好啊 那如果 我都有在投资我自己的训练 因为我也超级忙 超级没空 我真的很忙 像我今天又翘课了 这点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今天我又翘课了 真的很忙 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就是要训练 真的强一点很爽 对没错 very strong 这也是我们2021年2022年2023年 一直要往下推展的strongman 没错 这个strongman的大力士运动 不是说你要吃成无限量级 再来比大力士 大力士他是有分量级的 对 你要想象你每一个人想象你自己最强的版本 没错 对 升级再升级的版本 然后你再面对你之前的各种不愉快 对 再想一下以前觉得阻碍的累的挫折的事情 现在居然都不算个事 但是我们可以幻想一下未来 哇 choker是一个 不要说六块鸡啦 就是 金鱼线 对 更好 然后负重新手300公斤 我跟你讲 林北就去strongman开场 好不好 我就是帮你们示范动作那个 超狂 那身为同学我要先想象一下 以下一次 好 好了 不要再唱歌 不好意思 这得要展开一个长期的规律训练 好的 好的 大家我们持续训练 好不好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帮我们按赞追踪分享出来 好不好 我们会继续的行动podcast 继续怪兽podcast下去 好的 今天很开心 我是choker 在我身边的是何立安何老师 何博士 好 那我们今天聊很多 今天大家注意哦 没有业配 没有业配 什么都没有业配 怎么有越描越黑的感觉 对对对 我们希望大家运动啦 有需要护聚的捧场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 业配我们自己 对对 那我也提一下 我们的这个教练俱乐部 新一期要招生了 大家这个要赶快 想受训练的人 想成为专业人员的人 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业 去看看讯息 怪兽激励及体能训练的粉丝业 目前的教练俱乐部 对没错 他会在9月份开始 9、10、11 三个月 三个月的课程 一周两天 那会是在台北古亭基地 公馆 sorry 在台北公馆基地 我也在那边 如果你有报名 你会看到我 没错 我在俱乐部 因为俱乐部的时间 刚好比较 我比较适合 虽然是这样 我还是教课 有另外一个进阶班 是你上完俱乐部 可以到的研究班 也欢迎各位来研究班 也欢迎到俱乐部 来当choker的同学 我就是那个 有时候会教课的同学 但是我 有在训练 我有在进步 有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